AI主播是提取平时真人直播播报时的声音、表情、唇形等特征 再结合一系列智能综合模拟与要发布的直播同步一致 达到真人直播一样的播音效果 12月29日,记者走进特大训飞 他们自主研发的AI主播不仅形象逼真 正是熟练掌握了多种语言播报 大家好,我是特大训飞,AI虚拟主播小琴 我可以实现多种语言及方言的播报 你刚用广东话回来报报 Now I will broadcast for you in English Sitress Transilu Nautosco 今から日本語电脑を始めます 今から日本語电脑を始めます 今から日本語電脑を始めます Not to know, this is your phone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順利 据了解,原有的AI虚拟主播是一种单维度的语音播报 要想实现话语流畅、语种丰富动听 肢体动作和表情上也自然生动 就需要将想要播报的内容 通过个性化多语言合成技术、合成语音 再利用多模态合成模型和语音驱动表情序列 生成对应的表情序列 目前我们的虚拟主播已经支持30多个语言的一些播出 它是利用这个集中技术来去实现的 首先它要对人的一些素材进行采集 采集到我们现在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这个数据量 就可以对这个虚拟人进行一些建模 那未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只需要输入文字 那就它就可以进行视频的一个敞出 说起来简单,但是其训练过程却是具有极高难度的 在定制主播的部分音视频同步视频数据后 再分离数据的语音和视频 用其中的语音数据对对性化语言合成模型进行训练 另外还要提取人脸识别和表情捕捉等视频参数 在多模态合成模型的训练中 正是涉及到了深度学习、机器翻译 还有多语种合成等多项核心技术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虚拟人和语音合成的一些结合 它已经变成了一些多模态的一个虚拟人的一个构造 那这里面呢我们既要表现出语音的一些实现 还有一些情感的表现 那这个情感里面包括语音的表现 还有虚拟人的一些口唇啊、面部表情啊 还有一些肢体动作的一些灵活的展示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克服人工智能对文本的分析 对情感的分析以及多维度的一些结合 目前该研发团队开发出的AI虚拟主播 AI虚拟客服、AI虚拟老师等 在媒体、金融、客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我们也希望跟我们的开发者和合作伙伴 一起利用AI、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人技术 来创造更多更丰富的应用 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便捷的一些服务